28House的日每日樓市 既然28House找楼app 赞助播出 政府宣布今季暂停出售住宅地之后的首个周末 二手住宅继续录得双位数的成交 有分析认为当局暂停卖地 如同释放旧市的讯号 或者会吸引买家加快入市 政府今季暂停推出住宅官地 加上未有大型新盘开售 刚刚过去的周末 二手住宅交投转趋活跃 主要物业代理行数据显示 过去周末十大屋苑录得大约15至17宗成交 连续三个星期录得双位数 亦都是近十个月新高 当中太古城和黄埔花苑表现较好 各录得四宗成交 但是侧如冲的康仪花苑 南田丽港城 将军路新都城 和东涌影湾园就录得零成交 有分析认为 政府暂停卖地 变相释出旧市信号 有助刺激买家加快入市步伐 我相信停卖地的实质影响最大 因为供求因素来说 给市场的供应量亦受减了 已经知道经济不好 推多些楼都没有人买 我相信农历新年成交量小阳春 就会出现 因为之前的基数低 所以得太久了 大半年都是单位数字 现在就有双位数字 就说小阳春 用这样的原因 陈永杰说 二手靠用家入市 在欠缺投资需求之下 即使二手市场出现小阳春 每周成交最多 只是回升去到大约20宗水平 有线新闻 文芳报导 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清月期 上半年本港楼价继续跌 呼类政府考虑撤立 放宽投资移民 在香港的买楼限制 和容许强积金公款买楼等等 政府今季罕有感 不推出住宅官地 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清认为 当局是逼不得已 问题就是之前推出的土地 有时是流标 没有人问津 有时是成交了 都是传了一个 很负面的因素给市场 政府就觉得这种情况 不是他想见到的现象 所以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行为 政府也不想占卖土地 这方面政府似乎挺矛盾 他认为政府一方面不希望 设立令到楼价高企 但又不希望地价调整 拖累政府收入 显示当局未有为楼价下跌 做好准备 展望今年 萧永清预期 相半年楼价仍然要向下 但跌幅进一步收窄 并且估计在年内找到支持位 我认为今年的楼市 虽然趋势还是在乡下 有机会在某些位置找到支持 上半年 尤其第一季 我相信下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但是由于息口开始 有下调的机会 中国经济做步好转 加上香港又没有过度发展 过度借态的问题 楼价在今年找到支持位的机会 是有所增加的 他认为政府如果想维持楼市稳定 除了考虑切纳 也都需要鼓励更多资金入市 例如放宽投资移民 在香港买楼的限制 以及仿效新加坡 容许市民提取强资金 作为供楼首期等等 心急出货的发展商 周末两日连续加推69伙 是由宏安发展的 王大先汇明 两张假单 截实371.2万 至到626.2万 截实尺价15,200 至到18,526元 对比第一张假单 加价大约4.8至7.5 发展商说 递交认旧二项登记中有不少准卖家 是高端人财通行证的持有人 以及资助出售房屋申请者 相信两项新付款计划 包括扭住人财付款计划 以及置业阶梯共享付款计划 都有相当的吸引力